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才初期 初期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问题 尤其在评价这些立法委员的时候 总会有好的有差的 那这些差的国会委员呢 他就会不择手段的来攻击你 那在这个层次方面呢 在韩国他们也都有经验过 那他们早期的国会监督的团体呢 也是跟台湾一样的东西进不去 都是被阻挡 正是被赶出来 那我们呢 现在是 也试着要进去 后来都是不不了了之后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现在不要留的地方 不过公都们 我们至少也有寸产的成果 就是让立法院的随选室信息都开放 那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果 的确我们希望更多的监督 还有更透明的资讯 能够让立委的表现实时能够被检视 另外我觉得其实各地方公民记者朋友 也是很重要 公民记者朋友可以发挥蚂蚁熊兵的力量 在不同领域监督施政 我们一位公民记者拍摄了两位 比较有经验的公民记者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当公民记者的佩博 有时候对初学者来说 会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用一般的数位相机去拍 那他直接用记忆卡去截取 直接输入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会入剪辑软体 就没有那种传输上的问题了 公民记者本来就是在地方 地方里面的一些小人物嘛 那但是就是以自己生活周遭 我觉得采访题材会比较好 因为这些都是因为 一些主流媒体所没有办法看见的地方 那有这些 透过这些公民记者镜头 把这些小地方小新闻带出来 就是有什么意义就赶快去关心吧 我看也没什么接近 对啊对啊 就是一种积极关怀的心吧 对啊 也没什么绝窍 很多事情都要慢慢学 像剪影片 配字幕 配音乐 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会 也很恐惧 像我刚买到这台摄影机的时候 好兴奋 我拿来摄影机就想到处摄影 就是跟着自己乱跑 结果射出来的影像 都是叫晃晃不能看 对啊 我也是从这么这么笨拙的情况下 开始慢慢学习一步一步 制作好的影片 真的是很棒哦 我们一直强调哦 报道就从生活当中出发 而拍摄这段影片的朋友 他本身是位原住民 他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公民记者的报道 对原住民部落来说很重要 我是来一乡的公民记者 除非啊 除非我们原住民 有什么特别重大的 这个新闻成财会过来 就算我们发新闻稿过去 或者是电话邀约 一般主流媒体 它们都 都兴趣兴趣了 那如果说是由我们公民记者 来主动发掘 主动去移工的话 那我们这个电报的电报率 就会相对的就会增加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原住民朋友 或是住在比较偏远地区的朋友 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透过网路的无远佛界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故事 你的观点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